感谢主啊 谢谢我们的宝瑞牧师 还有天荣牧师 他们的愿意接待 让我能够再次的在你们的当中来分享 我心中最近的这个感动跟这个负担 盼望神的话 能够经历我们 鼓励我们 感谢神 也很高兴看到老朋友 那么新朋友 感谢主 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多少一点认识 感谢神 也看到好多年轻人在我们的当中 那些在小学的也好 在中学或者在直轻的 都心里很感动 看到还是有这一代的能够来爱上帝 敬会上帝 愿意摆上 也看到我们当中有些年长的还在服侍 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里面 还有一个年长的在那里中心的服侍 感谢神 我愿上帝的灵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动工 今天晚上呢 对有些人问我怎么这一次 还是一个人来呢 因为师母还是在上班 然后我就比较有机会出去 因为从两年前 我已经预备教会 那么这个礼拜会跟我的领袖 在沟通 可能最快的就是明年的一月份 我就卸下所有的这个牧羊的工作 就是从这个鱼缸进入海洋的服侍 意思就是说 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来服侍 就是进入这个天国的河场 因为我看到好多教会没有牧者 都很缺乏神的工人 所以有这个剩下的年日 不只是单单给一个固定的一个教会 我盼望年轻一代的 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起来 然后我就去那些有需要的去做帮助 那么在没有被邀请的 就在家里等候 祷告 然后假如神允许的话 盼望能够写一些东西出来 写一本书啦 还是怎样 求主帮助 好 感谢神 好 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有关这个时代 我们都时不时听到有关这个字眼 神的国度 或者国度 Kingdom Kingdom of God 的确呢 这个时代不再讲是一个 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州 某一个国家 这个时代神要动工的是全球性的 然后他也关注整个国度的那个进展 那个动力 那个成长 那个突破 因为神的信念不是只是单单某一间教会的复兴 神更关注他的整个全球的国度 他的整个耶稣的肢体是如何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 不只是手在动 在活动 在活跃 我们的身体最好是全身都在动 对吗 只要有一个细胞不动的话 就有麻烦了 对吗 所以呢 我也尽量的就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 尤其这个时代 我们真的是需要成为神国度 关键的种子 那么我引用的神的话语呢 是在马太福音的 第十三章 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 当然 在这个比喻的角色当中 在神的话语里面也提醒几处的经文 就是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提到这个比喻的前奏 但是假如为了要明白 掌握整个的这个比喻的那个真理呢 它的含义呢 我们必须或多或少 先掌握十三章的一节到九节 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讲到另外一个比喻 啥种的比喻 这个也是啥种的比喻 但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呢 是的 在还没有看之前 圣经里面有提到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 保罗用这个比喻 他描绘教会或者主内的弟兄姐妹 神的孩子们 他比喻教会呢 好像神的田地 或者房屋 还有圣殿等等 但是今天晚上呢 我要关注在神的教会 好像一块田地 当然这一块田地呢 我们不只是盼望这块田地 它的土壤是回沃的 还有它的地理位置 它的地形等等 还有包括气候 环境等等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案 你看到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人应该都懂了 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 好像看不清楚了 好像看不清楚了 好像是某一个果汁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就是猫山王的榴莲的汁 这个猫山王的种子呢 是扁的 它肉特别浓厚 哇 一咬下去真的是不得了 但是呢 对我们槟城人呢 还有一个种子呢 是叫什么 黑刺 当然它还有其他名称 林凤桥 陈龙 还是什么 只是提摩泰没有 其他的名称有了 黑刺榴莲 Black Corn 这个Ochi 是可以说是比猫山王更好吃 所以它的价钱会比较贵一点 有谁吃过吗 没有吃过 真的 明年啊 榴莲季来的时候 去找一下 一吃过 你不要买那种便宜的啦 你买便宜你会很伤心 会很失望 对吗 又吃不饱 又吃不爽快 又不服气 哎呀 这么这样的味道 要一吃过痛 一吃过痛 就买好的 一吃吃就OK了 就顶到明年再来吃一次 好不好 OK 每一次这样吃都不行啦 太贵了 今天晚上呢 我就是要讲种子 这个种子 在马太福音呢 马太福音呢 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不好 或者你打开电子圣经啦 或者你的 这个银板的 银铁的圣经啊 这里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 告诉那些在当中的 就告诉他们这个比喻的含义 他说那个撒好种的人呢 就是人子 这个人子呢 是指耶稣基督 田地呢 就是世界 好的种子呢 就是天国之子 然后榨草或者败子呢 就是那个恶者之子 那些跟随魔鬼撒旦的 那些离开上帝的 作恶的 三十九节呢 撒榨草的仇敌呢 就是魔鬼撒旦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魔鬼撒旦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来自偷窃 毁坏 杀害 然后收割的时候呢 就是时代的终结 我们都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然后收割的人呢 就是天使 今天晚上呢 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种子 假如你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 前面的这个杀种的比喻呢 第一节到第九节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种子呢 它有多重的这个含义 Multifold 它的含义实在多 当我们讲到种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想到金钱 就好像刚才我们奉献 我们收封献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是在杀种子 对吗 在正言第三章有提到 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章都有提到 多重就什么 你们还在吗 多重 多收 对吗 少中就少收 这个眼里是不变的 对吗 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些人 为什么他赚很多钱呢 因为他努力嘛 他殷勤嘛 对吗 这个背后的努力你看不到的吗 你只看到他 住大洋旁 打机车 他努力 他殷勤 这个是不变的原理 不变的原则 对吗 你努力 不断的努力 你善用上帝给你的资源 无论是多少 你善用 你努力的 殷勤的去 去发挥上帝给你的资源 好像我们的姐妹在那里跳舞啊 用旌旗跳舞啊 她发挥她的里面的恩赐 你越发挥 你越熟练 越有恩高 越有上帝心的这个亮光 对吗 Amen吗 你愿意去用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总之 他有很多含义 有些是提到前方面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 这里种子呢 耶稣首先提到种子是神的话 对吗 神的话 这个种子代表神的话 神的话撒在四种的土壤 四种的土壤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回应 就看那个土壤 就看我们的心田 我们这颗心怎样领受神的道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 第13章 37节到43节 我相信这个时候 神要对我们说 神要对我们说 我们领受神的道太多了 我们已经每一次领受领受领受 这个时候呢 要怎样呢 这个时候是要让神的话 这个种子 真正的 打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深入的 深根建造 深深的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呢 我们的生命呢 成为那个种子 你说奇妙不奇妙 神 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实在是很多重的含义 我们领受了这个种子 神的话 然后这个神的话 就是沉淀在 或者他文化 就是我们整个人浸泡在 神的话里面 甚至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的生命呢 也成为那个种子 Amen 我们继续讲 但是呢 同一个时间呢 耶稣说 魔鬼你认为他会 袖手旁观吗 他会 不理你啊 他懒惰啊 不不不不 因为我们有这一班的人啊 星期六晚上 要领受神的道 他知道这一班的人 要领受神的道 还有好多好多人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场所 要领受神的道啊 但是魔鬼不会做 就是袖手旁观的 他会想尽办法 把这些神美好的道 就是影响 这些人的心 不专注 不要领受 拒绝 或者不认真的领受 不用心的 不留心的 领受神的道 那么就让神的道 好像当做耳边缝 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请问上个礼拜 你听得到 你还记得吗 哎呀不要问我啊 牧师 不要点我的名啊 哎呀可能我忘记了啊 不应该这样 对吗 上个礼拜神 所想 所讲的话 要记得 要牢记 很重要 这个就是魔鬼撒旦 所做的工作 然后呢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我信主那一年开始 1977年信主 一直到现在 不管教会是大教会 小教会 我们总是会看到 教会里面呢 有麦子 也有麦子 对吗 也有榨草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崩辩 你这样 查眼看呢 可能你认为 哎这个也是麦子 那个也是麦子 但是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 不论是大教会 小教会 我们总是会 有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当中 昨天我在一间教会 分享服事的时候 来了两个人 哇 在跟他们谈的时候 原来是上帝母亲教 的信徒啊 在里面啊 然后这些负责人啊 因为没有牧师嘛 只有领袖嘛 这些负责人还不知道咧 还欢迎他们咧 真的是要小心 对吗 好不好看旁边的弟兄姐妹 你OK吗 OK吗 OK 真的 最近在我们的冰 冰城 这一班的人啊 分成几组 每一组大概有三四个人 去到不同的教会 大小教会都不办过 在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周里面 星期六 晚上的聚会 跟礼拜天的早上的聚会 同一个时间 他们分几组 混水摸鱼 这样 就进到教会 甚至呢 没有人认识他们 他们甚至要 站那个讲台 他们要发一言 他们要警告弟兄姐妹 你们犯罪了 你们要悔改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感谢主 好多的教会的牧者 蛮谨慎的 招待员也蛮谨慎 就stop他们 就停止他们 所以招待员的服事也是很重要啊 请挥挥手一下招待员 只有一个不了啊 哎呀 感谢主 你的解释很重要哦 你要帮牧师看哦 因为牧师也是忙碌其他的这个服事 招待员很重要 你是第一位看到谁进到教会来 你的灵要谨慎 要有祷告 你才能够察觉 这个人来历不明 不对 他是有火热的心 很爱 好像有很有爱心 好像很顺洁的人这样 但是我们要小心 因为可能他就是败子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内心的这个负担 在最近的这个期间 我们弟兄姐妹 真的要向神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美好的道 神的这个来自神的种子 让这个种子能够生根建造 扎根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 以至我们也能够成为种子 Amen 有一句话 他说 耶稣将他的话 栽种以关键的人 然后栽种人以关键的地方 我盼望 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不是白战徒弟 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有神的使命 他的命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盼望神的话 滴入在关键的这个人 然后让我们这个人 无论是被安置在什么地方 都是关键的地方 Amen 彼此配合 以致我们能够挖出那个果效来 那么呢 弟兄姐妹 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 第六节到第十节 他说既然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是的 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焦点 我们聚焦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靠着他生活 第七节 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一起来说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充满着感谢的心 然后同时候 圣经又再提醒 谨慎 凡是谨慎 因为有人会用其他的 谨慎慎 虚空的话 这些地上的学说等等 然后第十节 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已经成为丰盛 我们领受这个道 这个道能够使我们软弱的成为刚强 有问题的成为祝福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不完全的能够成为完全 因为第十节说 在他里面 在他的话语里面 使我们成为丰盛 所以弟兄姐妹 你和我有这个责任 好好地把自己栽培在神的话里面 因为这个神的道就是种子 当我们讲到种子的时候 他就是要产生生命 为了要使这个种子能够产生生命 他一定要跌入在好的泥土里面 好的心田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 每一天领受神的道的时候 好好领受 因为要不然呢 圣经里面有提到两种的生命树 是吗 一个是生命树 另外一个树呢 是分别善恶的树 我们要成为哪一种树呢 你我要做一个决定 所以当我们好好地领受神的道呢 我们就能够成为生命树 就成为那个生命树的种子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都带出神的生命来 神的生命是活泼的 有生命的 有动力的 有突破的 有盼望的 有信心的 有爱的 耶稣阿们 这个就是神的种子 所能够产生出来的生命 所以你和我呢 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栽制在神的坏里面 以致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产生不一样的这个影响力 因为是的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祂的生命里面 所带出来的 这个种子 所带出来的生命呢 是不一样的 有能力的 有良善的 有节制的 等等 这些我们都 常常听到的 教导 或者神的话 弟兄姐妹 这个种子 很重要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如在这个耶利米苏的第十七章 第七节到第十节 一而再再而上的提醒我们 这个种子呢 要扎根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丰富 要不然呢 第九节它提醒我们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射透呢 是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人的心 是可以来到可恶的阶段 来到一个很可怕的阶段 假如我们不好好的保守它 这个心 这个心要变成坏的心 是很坏的 一刹那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不得不好好的谨慎 好好地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每一天的生活都不能够开玩笑 我们都不能够松懈 妥协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保守这颗心 好不好 对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你的心很宝贵 好好照顾它 好好栽培它 因为一生的果效 从心里面发出来了 所以你领受神的道 神的种子 但是越多越好 一直的栽培 栽培 栽培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彼得前书呢 的第一章二十三节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你们没有重生啊 我最近去到中东 然后遇到一个保安人员 他是黑人 肯定是来自非洲咯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他没有告诉我 我听到 我听到他在那时候 他在看手机 然后我听到有一句话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be Heal 当我听到这一句话 我可以肯定 他一定是基督徒咯 对吗 要不然他不会看这个视频 我就问他你在看什么视频 他说我在看我自己的牧师的讲道 然后我再确定一下 Are you a Christian? 我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 他的回应啊 是我在这么多年来 不成这么多人 这样的回应 假如我问你啦 你是基督徒 弟兄 穿黑衣的 你是基督徒吗 是 我是基督徒 对吗 但是他的回应不一样 他的回应说 Are you a Christian? Yes I am a born Christian 哇 他加一句话 I am a born Christian 我是重生的基督徒 好不好 我们练习一下 Are you a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吗 来彼此对话一下 我是重生的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有很多种啊 对吗 但是他很肯定的 I am a born Christian 哇 我说真的是很born born Christian 真的是基督徒 后来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真的是基督徒 带着那种活热的心 很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人信住 弟兄姐妹 神的话又再次的告诉我们说 你之所以重生 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 而是不朽坏的种子 神永活长存的道 这个道就是logos 就是神的话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就是没有保护他 没有保守他的心 我们每一天 只会收垃圾 收负面的 就影响了这个神的道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开始学习 操练基督丰盛的生命 阿们 我们每一天讲的东西 想的东西 看的东西 听的东西 做的东西 行的东西 都是出于耶稣丰盛生命的 那种种子 那种的影响力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极重要 所以呢 弟兄姐妹 神的话也继续说 在二十五节 唯有主的道 永远长存 这个道呢 不是logos 这时候 这个道是指rema 然后他说 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所以福音也是一种的种子 我们在撒上帝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的生命呢 是极重要 每一天好好 把神的话 好像种子这样 一直的栽种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 从我们的生命 发出来的 都是正能量 都是神的话 都是积极的 都是信心的 盼望的 都是爱的 不是给人家 越听越烦 或者不是给人家 越看你 越讨厌 Amen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可爱的人 乃是因为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动工 我们要愿意 我们要愿意 要不然呢 我们就成为垃圾桶了 每天吸收负面的 每天吸收那些垃圾的东西 怪不得 我们出来的也是垃圾 但是假如我们每天吸收神的道 我们出来的 都是信心 都是耶稣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到保罗 保罗的生命 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第七节 保罗的生命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能够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我持的信仰 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之所以成功了 也不是因为他厉害 也不是因为神重用他罢了 乃是因为他的周围 有好的同工 有好的人 一直跟他一起相信 我们不只是吸收神的种子 他们也应该成为那个种子去影响其他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不同的人 神经过我们这个生命 经过我们这个人 盼望所有经过我们生命的这些人 不管是小孩 不管是小孩 大人 青少年都好 盼望我们的生命 或多或少 带给他们 美好的影响力 至少把神的种子 杀出去 阿们 当然这个种子对他们有影响力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继续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第七节的第九节开始 你就会看到保罗在这里 一一的提到 曾经成为他同工的 或者曾经在他的生命里面 帮助过他的 他都纪念他们 只是第二位迪玛跟第九位亚利桑达 他们后来离开了上帝 跑这个世界的路 但是保罗还是提起他们 因为他们曾经是他的一个祝福 我盼望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能够不断的 能够成为 神的种子 好的种子 好的种子就是天国之子 我们看到早期的 上帝所使用的这些宣教士 假如没有这些神的仆人 愿意去到这些异国 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这些伟人呢 他们都是放弃这个安逸的生活 这个是早期的英国的宣教士 后来就去到四川 这个中国大陆 去珍州学习中文 学了他们就在当地 就传福音 他们不只是领受神的道 让这个种子生根建造 他们也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种子 我盼望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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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容易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那个种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听这首诗歌 他所写的这首诗歌 承担慰敬的使命 我有多少时间呢 还可以吗 够了 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在1894年的人物 在1920年 他就进入中国 然后他也知道 单靠他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 他需要更多的种子 被兴起起来 去造就生命 去抢救灵魂 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他所写的这首诗歌 蛮有意义的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是Hiberlink 可以吗 下一页 就是了 他在帮我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看到早期这个宣教士 非常的努力 一直到他们没有办法待下去了 他们才离开中国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些早期的宣教士 他们就是卖命的 他们不自私 毫无保留的 而且当时他都有这种看见 说真的 我们靠一个人 没有办法完成 我们需要 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 或者聆听这首诗歌 他里面的顺势 非常有意 Amen Amen 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一起一诗 看起去心 的心 眼前 尽许的天下 像 飘尽的身份 梦求书人是基督 请爱做心中书 所需耶稣的诚意 今生旋亮出 这节可有儿时里 温暖笑张逞强 广西多旁梦境 你已经能藏绝一套 无数手困的心灵 是山明光阳 也无人能看脚印 成了月暗最爱 望不停下穿脚 神光与好彷徨 天下人天流成条 为主耶稣基督 西新徒新冒红筹 高去不易过去 传也说上师父 不光是此处心不愿意 我们都爱平良 以家一律是名 梦一个心愿知晓 今世真心一了 往父天下床家 神功也好彷徨 天下人间别无拯救 为主耶稣基督 是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这里说感谢神 祂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乎要兼顾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土难人 我们继续来领受这首歌 Amen 主耶稣安爱敬礼 今日阴晴时空 如今求不幸经灵 今世约且散 我身份成立命运 为你工作不全 我身份地立下床家 神功也好彷徨 天下人间别无拯救 为主耶稣基督 我们不停下穿架 神功力好徬徨 下人间别无拯救 为主耶稣基督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是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当时的这位宣教士 他对神里面的那种 呼吁 求神 兴起更多的功能来 抢救灵魂 所以感谢神在这个 今年有机会到中东去 你可以直接搬到 第十七页 可以吗 十七页 对了 感谢神能够到这个地方呢 然后 我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 下一页 可能这个 pointer有一点状况 我就把那个 书签的那个钥匙 就给他 送给他 我说 我说很高兴 能够认识你 我盼望你的生命 能够成为那个钥匙 成为神的种子 去解开更多的那些的枷锁 让人的心灵能够得着释放 弟兄姐妹 我最近也到过青麦去 在2019年 我就认识这位宣教士 心里也是非常感动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但是还是对 泰国的灵魂 还是有那种的负担 我不知道天罗牧师到青麦去 有没有认识这个 他真的是 把他的整个生命 摆上 就是 他是一位医生 但是呢 他也愿意 把自己献身 就是呢 就是要看到说 他的生命 不只是 一个人蒙福 他愿意 让他的生命 继续的去 造就 更多的生命来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会说 是的 可能我们不像某某人 你可以到更广阔的平台 弟兄姐妹 无论这个种子 在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平台 上帝还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说阿们吗 最近 在几个月前 我到这个青麦去 做一些的教导 王振宗牧师 我不知道他有来过 你们的双语堂吗 他曾经在 中文堂 有跟他们 有一些的团契 他们也是有很大的需要 那么我们看到 这位韩国人 他对 这个 泰国有负担 那么他也兴取 很多的 工人在泰国 那么也省自在泰国 这个信件 教会 那么这一次来参加 这一次的 培训呢 当中有一位是 带baby 这个baby 婴孩 只有六个月大 我们去的时候 他刚刚好 五个月多 那么再过几天 就是六个月大 你看这个 这对夫妻 对神 那种的伪生 他们知道 他们的食乐 也不多 他们也应于 完全的 献上 应于受训 三个月 然后去到 这个 第三个国家 或者去到 跨文化的 这个背景 继续的 去做 这个宣教的事工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在 马来西亚 是很蒙福的 那么弟兄姐妹 也不要 限制 我们的 这个影响力 我们虽然不是 像某某人 能够在 这个更广阔的 舞台 这个平台 无论你在哪里都好 但愿我们今天晚上呢 愿意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 成为那个种子 我已经领受 这个种子了 但愿我的生命 也能够成为 这个种子 是的 在这个耶稣亚记呢 第一章 第五节到第九节呢 我觉得神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说 是的 这个 这个以色列 他们进入新的一年 五七八四年 他们 相信 这一年是 敞开门的一年 弟兄姐妹 神的话 老早就告诉我们说 无论你往哪里去 神必与我们同在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不要轻视自己 也不要小看自己 也不要以为说 我没有什么作为 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神要特别的用这一句话 告诉我们 鼓励 勉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往哪里去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 你要相信 我这个种子 一样能够带出 美好的果效来 可以说阿们吗 因为呢 今年是 新的一年 在这个以色列的年历里面 他们已经进入 新的一年 五七八四年 让我们来相信吧 就如启示录 这里所说的 敞开的门 Amen 无论是哪一伞的门 不管是其他伞头的门 不管你的生命 哪一个领域都好 你是学生也好 工作人也好 在资产上也好 在生意上也好 神要不断地为我们开 更多的门 Amen 让我们能够真实地 能够成为呢 在他这个时代 关键的人 然后神也要把我们这个人呢 栽制在关键的地方 这时候呢 我们一起要来唱这首四歌 一粒麦子 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一辈要唱这首四歌的时候呢 我盼望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来回应 我们在这里呢 不要白占徒弟 我们也不是空闲 没有什么地方去 我今晚上就来教会 不是的 弟兄姐妹 无论在线上也好 在实体的这个聚会都好 我盼望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你要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决定 不管你多大年龄都好 只要我们还活着 只要我们还有气息 我们心中能够 发出那种的祷告 那种的复义说 上帝啊 因你使用我 因你使用我的生命 成为那个种子 让这个种子呢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能够带出耶稣 丰盛的生命来 Amen 弟兄姐妹 让人们 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 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多余的 我们的生命是无限量的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里面 放在祂的手中 祂能够使用这个有限 或者甚至有缺陷的生命 去完成祂的大事故 可以说Amen吗 不要小看 不要藐视 不要轻视自己的生命 弟兄姐妹 假如今天晚上 假如你应意说 神啊 无论我的时间有多少 只要我还有气息 只要我还活着 主啊 愿你使用我的生命 让这个生命呢 成为祝福的种子 造就生命的种子 经历生命的种子 可以说Amen吗 借着这个种子 让周围的人 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非常感谢 在我的生命里面 好多牧者 在我的生命里面 因为他们的栽种 他们的栽培 使到我的生命到今天 还是稳稳的砸根 在神的道上 最近 前天 我从丹宗玛林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起 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 也曾经做造就的工作 我相信你们也 丹宗也认识他 就是王金康 王景光牧师 这几年来 他中风 健康 不好 需要在这几年里面 只能够待在家里 最近的眼 视力也很差 我就想到这位 老牧师 我就 去特地去他的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 照顾 探索他 鼓励他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呢 很宝贝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也是因为 某某人 这个种子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栽培 栽制 神的道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使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成就 有这样的 还是 刚强 服侍上帝 我们要感恩 但是不只是这些 我们要继续的 我们要继续的 让这个种子 寄出更多的果子来 只要我们有机会 把握机会 只要有机会 把握机会 只要神要派我们去哪里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神的话说了 我必与你同在 假如你愿意的话 我们 鼓励弟兄前面 都到前面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 来回应上帝 上帝啊 让我的生命成为 种子 好的种子 不是白子的种子 不是恶的种子 我要成为 听国的种子 神的种子 成为听国的知识 去影响 你愿意的话 就到前面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回应吧 哈利路亚 一粒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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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烟麦被拥振 就被拥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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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子 是的 我们继续的 我们继续的来 哈利路亚 我们继续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 回应上帝啊 一粒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我巴不得 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年长的 年少的 小孩的 我们都一起到 世恩的宝座前吧 我们曲曲我们的双手说 上帝啊 我不要再无途了 我不要再迷路了 我不要再安逸了 我要起来了 主啊 是老妹起来说 我愿意 让自己像种子若在体里 世上生命的 用命式的主 我们一起说 主啊 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只以为 得过决定 在我身上成就你 我们一起来说 主我愿意 主我 放下我们的定性 神不看我们的软弱 就算我们有太多的缺陷 只要我们愿意 行程估出 ől北 走出 包括我的看育 神不看 事正上身民 因為 爸爸 他 相美 我跟带你 尊二 神不看我 祝我 神不看我 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 拯救你自己 我心里非常感动 在这个月初呢 当我去青麦 把我自己献上 虽然我们需要智慧的 但是我感谢主 因为当靠我们 一粒种子 我们是做不到太多东西的 但是当我们 呼吁的时候 当我们向神祷告 当我们仰望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好多位 可能像我一样 是的 我一个人去 我能做什么呢 我们还要自卑 我们能够从什么前去呢 当那里的牧师不关了 祷告不关了 但是我感谢主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缺陷 我们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有太多的是缺乏 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个宗旨献上的时候 神会感动呢 神会感动其他的宗旨一起来 我为神们教会来感恩 我为其他的教会来感恩 因为这一次过去 我还能够带 很多的种子过去 这个种子不只是神明 不只是我们的恩赐 这个种子也是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钱财 当我拿这些的种子过去的时候 他们也不认识我们 当中的 他们也不晓得 但是他们非常的感恩 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 是的 我们当中 也许有很多太多太多的缺乏 太多太多的缺陷 我们有太多的软弱 太多的不足 但是不要让魔鬼来欺骗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只要我们说 主啊 我愿意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的力量 一点的心智 一点的信心 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不只是参与 让我们立定行者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次的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 无限量 上帝能够使用我们 我们一起来 命运上帝 一起来阳光上帝 把我们的心献上给上帝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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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鼓声 小声 好 正记相 识得住 我在心里 事情继续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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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说 把我们内心 向主说 主啊 我愿意 主啊 我愿意 虽然 我暖和 但是我愿意 使得住 我愿意 使得住 我愿意 使得住 我们再次的唱 最维持 把持我们内心的 呼喊 主啊 我愿意 主我愿意 让自己相 终止 拖在地里 世上生命 必放的生命 我们再次的呼喊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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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以为 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 成就你 几乎造如此崇高 不造如此崇高 众子和的渺小 顶尽 调杆直跑 必见圣地荣耀 是的我们来相信 呼造如此崇高 众子和的再渺小 也没关系 我们必见圣地荣耀 必见圣地荣耀 再来一次 呼造如此崇高 众子和的渺小 众子和的渺小 顶尽 飘杆直跑 必见圣地荣耀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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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水一切的锁链在我们的身上 王主耶稣 这一切的锁链 拦住掉 罗海 哈利路链 哈利路亚 主我我们仍然是愿意的 我们坚持愿意 哈利路亚我们持心的愿意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之意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之意 今天晚上我们定君仰望耶稣 不要看左不要看右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也无数的栽培很多的种子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种子都愿意仔细下去 没关系 甚至有些种子变样变坏 或者公俊 没关系 弟兄姐妹 我们定精 把我们的双眼聚焦在耶稣的身上 只要我们聚焦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就能够确保这个种子是好的种子 而且是属于神国度的种子 甚至顺利能够使用这个种子成为关键时刻的种子 弟兄姐妹 不要让左右环境来影响我们 不要 不值得 我们的左右 好多人也许 不愿意 持续下去 没关系 神有旁观 今天晚上 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取取我们的双手 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全人献上给神 我不要再懒散安逸了 我不要再无理无土了 我不要再没有方向 继续的迷茫下去 或者迷茫的追求这个地上的 这些人们所追求的 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愿意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权力所需要的 祂都会加给你 我们持守吧 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年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成为一个 我们属灵生命 我们整个生命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个转列点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要继续的让神的话 每一天 瑞玛的话 洛古斯的话 一直的栽制在我的心中 以至能够确保 这个种子是好的种子 是好的种子 是属神过渡的种子 去造就 去建立更多的生命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主耶稣 学学学圣灵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有太多的软弱 我们有太多的缺陷 但是感谢祢 祢没有抛弃我们 祢没有拒绝我们 今天晚上 我们仍然要对主说 我愿意 主啊 我们愿意 无论在处怎样的 激烈的 恶劣的环境之下 主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生命献上 我们要成为那个好的种子 谢谢主耶稣 愿祢怜悯开恩于我们 再次的把城门 守望教会 交托在祂恩手中 每一个种子 都很宝贵 求求保守 求求圣灵 以祢的圣洁 保守每一位 让我们心连心的 让我们以基督的爱 让彼此的拥抱在一起 紧紧的扶持每一位 我们要同心合一的 一起奔跑 向着这个上帝的使命命定 呼召奔跑 一直到我们完成 上帝祢所托付的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愿祢的圣灵 所动摇的上功 继续的去完成它 愿我们的主耶稣 得着一切荣耀 奉主耶稣 得圣的名字 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 我们将荣耀 归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轻轻地回去 然后在这里我要鼓励 在线上的下一页 在线上的参加我们的酒内弟兄姐妹 或者新来的朋友 下一页好不好 盼望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然后假如你愿意的话 在下一页你可以按照这个短短的祷告 然后把你的生命献上 你的生命也一样能够成为美好的种子 最后我愿大家一起站立 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 在贴撒罗的家前书第五章23到24 我们一起来宣告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我们完全成圣 愿我们的灵魂体德蒙保守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找我们的本事是信实的 祂必成就这事 Amen 感谢主 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 看我们说 感谢主